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们现在已经起来了 今天呢 就要跟月龙他们分开了 他们往菲莱斯走 在菲莱斯等我 我往丽江走 办完事以后 我们在那个菲莱斯会合 来对 我给你解开了 来来给你解开给你解开 你们都要出发了 起来 去取快递 先到的快递就取一下 我把6下给你 你6吧 最后的分别 哈哈哈哈 别哭啊 你跟着人家走了 夏儿 你爸不要你了 走吧走吧 走了 走吧 你爸不要你了 交接一次 交接一次 现在开始 你爸退伍了 哈哈哈哈 对 跟着我 叫爸爸 哈哈 叫爸爸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去给你拿他的那个凉 还有那个他店的那个卫生巾垫 还有口罩 啊 他最好给他包上 万一他流了呢 小夏儿跟别人走了 还有点不舍得 把夏儿的狗粮拿出来 夏儿的狗粮 有点 一个小的狗粮 一会儿他们走了 我吃个早餐 也该出发了 你干净多少 他都不许多了 你干净多少 我给你干净多少 你干净多少 我干净多少 小鲜的 不凉 你得给我个盆啊 我都没盆 我把盆给你拿过来 那个水就让他烂烂喝一个水吧 因为我那个在车上粘着呢 我那也没地方放 现在只能是喝水 我给他擦擦水 是喝 好了 小儿 不要你喽 你爸不要 你白天也拿那个口罩给他包着 这到时候万一他留了 你那边就快去快回吧 我又24号 24号赶过来还是说到立江 我订的票是23号晚上回立江嘛 那已经晚了 肯定24号晚给我开嘛 嗯 哈哈哈哈 好了你们走吧 好的好的 你们路上慢点 好 他们走了 咱们先天出发 前往飞来寺 哈哈 每次分开还都有点不舍 哈哈 好的好的好的 两天几天三天后就归队了 哈哈哈哈 你不跟他们一块走 我去另外一个地方 啊 我去别的地方去 啊 好 小儿 拜拜 哈哈 哈哈哈 吃饭 又过不来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们早上吃早餐了没 你们每次走出去里面 豆浆油条包子啥都有 就这走出去 呵 我就说你们走我去吃早餐 要不然 一起 呵 你要不跟他们一起 就可以一块吃个早餐了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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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香儿在那里趴着 他想来找我 呵呵 在那看着我 然后我跟肉哥 我们先去吃个早餐 吃完早餐好赶路啊 咱俩的今天行程差不多 你们一百七 我回去也一百五六 呵呵 呵呵 差不多 都走多了 你还可以走一街高速 那最后那一小节了 那一小节 我们的早餐 豆浆 加这边的这个油条 好久都没有吃油条了 好几个月都没吃过油条了 好啥 没过滤过的 拿个小 哦 还有有担药 这个包子蒸的跟馒头似的 好了 我们刚才一块在外面吃完饭 现在往回走 然后肉哥就开始往菲莱斯 他拿完快递往菲莱斯走 然后我现在回去就往丽江 再回丽江 丽江这个风啊 今天也是特别特别的大 今天整个天气都不好了 玉龙雪山都看不到 在香格里拉那边和这边都是 啥都看不到 那我们现在去取一下我们的快递 快递取完的话 一会儿没事的话 就直接去那个丽江机场了 我们现在往这边把东西一拿 这个就是李亚鹏的这个雪山艺术小镇 但我今天打算不拍了 等从那边回来那天 本来还在这里还有一个快递 月龙他们寄到这里 到那天然后再拍 哈喽下午好 我们现在在丽江的这个雪山艺术小镇 刚把快递取了 取完以后呢 我们又去吃了一个午饭 然后因为早上起来 吃的那个豆浆油条 吃太少了 有点饿 现在已经下午的五点钟了 就没扛住 没扛住 然后就去吃了一顿饭 吃顿饭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是因为五点了嘛 明天早上的飞机 然后我们现在开车去丽江的机场 好多年没有去过丽江的机场了 我记得上一次去丽江的机场 还是五六年前吧 然后我们这次再去看一下 这个机场是什么样 看有没有这个机场有没有变化 然后我们从这里到机场的话 也就是个37公里 51分钟 然后我们现在出发 哈喽大家晚上好 我们现在在丽江机场 哎我拿手机了 拿了 现在已经晚上的十点多了 我们去里面找一下 还没什么好吃的 看机场有没有吃的 没有吃的就要晚上自己在房车弄了 然后我们往前走一走看一下 这个丽江机场 我上次来应该六七年前了 现在还是这样 没啥变样 老样子 还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小机场 我们进去十点多 应该不知道有没有吃的 过去看一下吧 先进去再说 那可以进吗 接人啊 接人不能进 接人不能进 对 现在里面还不给进呢 我们从外面走回来了 现在是不坐飞机不给进 所以在里面吃不了饭了 然后我们那个回到房车 一会自己简单做点吃的吧